二手楼价破顶后稍微回气,上车盘,细架楼成为近期主角,而一众大单位亦开始劈价,意味业主趁楼价高位放货。 近日,将军澳大单位出现大幅度减价,为成交价仍创新高,同时,区内半新盘则有四房业主劈价达130万元离场。 天晋3B旗4房匹130万里加角地产王牌屋苑为南湾半二行首席联席董事蔡庭勇透露。 天晋3B旗1A座高层B室,实用面积约949方尺,采四房套年工人套间隔,外望广角海景,业主元开价2080万元,经以价后减价130万元或约6.3%。 以1950万元逆手,折合实用面积尺价约20548元。 买家同为将军澳南区客,在楼盘广告被单位的无敌海景相片吸引。 于是约代理参观单位。参观后被现场真实警官所吸引。 且装修也觉得适合。 加上屋远商同赤数单位只有12个。 属极支罕有放盘。 买家旗后商以后再带其他家庭成员参观。 翌日在母亲陪同下再上单位。 刚考遇着日落,最终在黄昏日落海景下以价,获减预百万元。 天进3B旗1A座高层B室,采四房套年工人套间隔。 经以价后减价130万元。 罗志鸿表示,日出康城3旗A至蓝天两座高层RB室。 实用面积约959平方尺。 采四房套年工人房及工人次间隔。 外望山海双景,至蓝天于2019年3月下旬开始放售。 原叫价1500万元。 其后减价75万或约5%。 最终以创新高成交价1425万元沽出。 折合实用面积尺价约14859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约于2015年4月以约864.5万元购入单位。 持货至今约6年。 现转手账面赚约560.5万元。 物业期内升值约65%。 代理指,致蓝天本月至今成交量约3宗。 平均实用面积成交尺价约15007元。 现时约有117个放盘提供。 同类单位最低入场价由1450万元起。 进言低水三房砌85万。 事实上,九龙区三房业主要有较大以价幅度才促成交易。 利家角地产皇牌屋苑淘大一行高级联席董事爆稳中清。 牛池湾进延六座中层衣室。 实用面积约713平方尺。 三房间隔。 外望在翠绿山景。 原开价1250万。 最终减价85万或近7%。 至1165万元沽出。 折合实用面积尺价约16339元。 买家为外区换楼客。 以放售持有物业。 在楼后对进言一见倾心。 十分欣赏单位环境优美。 该价格亦属于低水。 据悉。 原业主于2010年3月以约633.7万元扣入上述单位。 持货11年。 现转手账面赚约531.3万元或84%。 代理补充。 进言本月首中二手成交。 现有约73个单位放售。 叫价由718万元至1.38亿元不等。 进言买家为外区换楼客。 以放售持有物业。 在楼后对进言一见倾心。 该价格亦属于低水。 世纪21期封物业经理吴元利表示。 较早前。 沙田城壁花园一座低层F室。 实用面积约675方尺。 三房套两厅间隔。 座向西南望园景。 单位放盘半年。 原叫价1,150万元。 最终减价175万元或约15%。 以975万元,自由市场价。 沽出实用面积尺价约14,444元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1999年5月扣入单位。 当时作价305.5万元,未保地价。 辞货22年至沽售。 业主获利近670万。